大家投票 おめでとう ありがとう AKB48前成員公澤所將 曾轉戰上海SMH48發展 但在2016年3月宣布單飛 但單飛後發展並不如想像中順利 因而經濟陷入困難 他從上節目透露一個月收入 僅有5400元人民幣 是一般日本民眾收入的四分之一 甚至有日媒推測 搞不好這5400元市值年收入 實在相當驚人 因此根據日本媒體指出 有成人片片商向他積極招手 希望他成為三上優雅的接班人 傳出為擺脫生活久近 現階段他似乎也頗有意願 但也有粉絲指出公澤4月還有戲劇公演 收入應該還過得去 懷疑傳言真實性 提出這些也有毒蛇網友指出 儘管他貴為偶像身高也有164 但胸前並不豐滿 難道是要演出難優嗎 總之目前一切都只是傳聞 相信公澤一定會做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